含了一剑到此幕,神色未变,只是轻叹了一声,单手一扬,一道青色的法觉打在了护照上,顿时黄红之色来回变换了几次,又恢复了原先的颜色,刚才的烧烤炙热仿佛只是梦幻一般。 咦?你将我的镇齐做了什么手脚? 手脚?要做也是阁下做的吧? 很好,我那个金丝球你用得还不错吧? 什么?难道你? 韩丽神色大变,想起了什么,立即将腰间的金丝网摘下远远地丢掉,但是随着玄骨的化身刚落,金丝一闪,变成了漆黑如墨的颜色。 接着又化为一棚纤细无比的黑气,迅速攀射到韩丽的周身,将它网在了旗内并立刻收紧了起来,而网中的兔子则根本不问地丢到了一旁。 这小东西却一动不动,似乎陷入了昏迷之中,突然遭受此困,即使韩丽再镇定,神色也骤然一变。 小子,阴魂丝的滋味怎么样?你现在还能动用体内的丝毫法力吗?啊? 哈哈哈哈 上空的阴云中传来了玄骨上人的得意笑声,韩丽一听此言,心里已经急忙一提法力,但脸色随后铁青了起来。 韩丽只觉得体内法力如同凝固一般,无法提取嘶吼,显然真元被这些莫名的阴魂丝禁止住了。 他心里不由得一阵骇然,急忙凝神希望这些黑线。 黑线密密麻麻缠住了周身各处,乌黑有亮,散发着淡淡的阴气,一看就只是诡异之极的邪物。 韩丽的脸皮不经意地抽搐了一下,当初拿到金网时,他不是没有怀疑过对方在上面动了什么手段,但是后来仔细检查了数遍之后,并未发现什么异常,他身上也并没有其他的纯金法器,只好硬着头皮使用此物。 但等他真的用金网捉拿住了凌身化身后,也就将怀疑之心暂时抛之了脑后。 可没想到,如今刚一和对方翻脸,马上就被对方用此物给暗算了一把,连法力真元一时都无法动用。 但韩丽脸上的青涩只是凝制了片刻,就马上恢复了正常。 因为他马上想到,现在外面有阵法防护,对方一时半刻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,足够他施展手段解除此束缚。 想到这里,韩丽冷笑了一声,正想呼唤头上的试金虫石。 身后却传来扑的一声,此声轻微至极,若不是韩丽神石早已打开,遍布整个大阵,恐怕还无法发现此种异样。 韩丽寒毛倒起,不加思索地猛然一个大转身,同时口中发出了一声坚明声,空中的试金虫铺天盖地地向身后冲了过去。 一声巨响从后面传来,韩丽的面容渐渐阴沉了下来,只见身后的试金虫群正挡着一名碧绿色的诡异人影,拼命地冲击着对方。 这人影虽然面目模糊,满身鬼气,两手却化成了两只碧绿色巨蟒狂舞不已,将所有靠近的试金虫都抽打到了一边,根本不让这些飞虫靠近其身前半步。 试金虫群一时竟无法建功,更让韩丽不可思议的是,身后的阵法护照还安然无恙,这鬼影是如何没有触动禁止就闯进的身后来。 韩丽还未从吃惊中回过神来,从绿影上传来了破口大骂的声音。 这些是什么虫子,竟然连我的无形法体都能吞噬,这太邪门了。 听声音正是先前的陌生男子,此刻颇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。 韩丽这才注意到,绿影的两只绿蟒虽然将那些试金虫击飞了出去, 但在接触的一瞬间,还是被那些甲虫纷纷咬上了一口,将点点的绿光吞进了腹中。 怪不得对方如此惊怒。 只是这位刚才还在云中说话,什么时候潜伏到自己身后,突然袭击自己。 韩丽有些百思不解,不过这个问题在他脑中一闪即逝。 现在可不是考虑的时候,他也根本没有和对方攀谈的意思,嘴中的尖笑声再次响起。 顿时一小部分试金虫脱离了战团,向他身上飞尸而来,瞬间就爬满了周身,对着那些黑色丝线大口地撕咬起来。 因为法力的丧尸让韩丽也只能用声音来勉强指挥试金虫。 他必须在对方找到了对付试金虫的办法之前,先脱困才行。 毕竟试金虫在鬼屋中被一阵鬼吼声震得元气大伤,他还记忆犹新。 声恐对方同样来这么一手,那就糟糕了。 就在这时,四周的护照仿佛被什么重击撞了一下。 黄光闪烁几下,光闭开始晃动,韩丽见此冷漠地回首瞥了一眼。 竟是那半空中的玄骨,为了呼应那绿色光影的行动,此时也发动了攻击。 从阴云中射出了一个个直径仗许的巨大黑气团,狠狠地积在了光照之上。 眼看尽致支持不了多久的样子,目中一光一闪,韩丽竟不再理会地回过头来。 他望着被试金虫挡在十余帐外的狂舞绿影,嘴唇紧闭,面无表情。 身上的阴魂丝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,已经被那些飞虫撕咬断了一小半。 韩丽已经觉得自己真远法力,蠢蠢欲动,不禁暗露一丝喜色。 只要他的法力可以恢复,就有众多手段可以施展。 但此时,绿色的光影一声低吼,身形突然低溜溜地一转,一下化为了急速旋转的巨大陀螺,一头扎进了前方的虫群中。 冲出了数丈远去,离韩丽更近了几分。 近万之士金虫潜伏后继地扑了上去,虽然大部分被巨大陀螺急速甩开,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粘在其上。 这下陀螺的速度锐减,其他的飞虫见此,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。 片刻之后,绿影被众多的士金虫爬满了全身,再也无法转动分毫。 眼看就要重复鬼物中群虫弹鬼的那一段,但韩丽诧异起来。 面对绿色鬼影近似自杀的一幕,他心里非但没有高兴,反而大觉不妥。 而下面发生的事情证实了韩丽的预想。 被士金虫挂满了身子的绿影,在一呼一吸间,一下膨胀了起来,转眼间变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圆球,同时发出了耀眼的绿芒。 不好。 韩丽暗叫一声,就想将士金虫换回,但是未等它出声。 砰的一声,圆球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,爆裂了开来。 一股阴冷无比的气息一下将所有的飞虫淹没在其内。 接着在爆裂的中心处,绿芒最耀眼的地方,一道淡淡的绿线在爆裂声的掩护下。 一闪即使飞射而出,转眼间就到了还残于黑丝捆腹者的韩丽面前。 哈哈哈哈哈哈,你的身体被本大爷接受了。 在这声狂笑中,绿芸陡然一闪,木然化为了一个数尺大小的猙獰鬼头,狂扑而上。 在天上看到这一幕的玄骨,脸上露出了一丝笑语,手上攻击马上停了下来。 虽然那护照只要在攻击术下,就要被击破。 韩丽却盯着扑向自己的鬼头,神色冰冷至极。 但当他飞射到了只有仗许远的距离时,双目阴厉之色一闪,身上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强烈的煞气。 这股煞气之凶猛,犹如实质有形一般,竟让那飞顿到跟前的鬼头不由的一阵,顿了那么一顿。 韩丽猛然一张嘴,一道粗大的金色电弧竟从口中狂喷而出,一下洞穿了近在咫尺而根本无法躲避的鬼脸。 鬼头哀嚎一声,马上被金虎击成了一团氯气,惊怒地狂笑一声,疯狂地往后而逃。 可这时的韩丽怎么会轻易放弃远去? 当即,周身一片淡金色电弧狂貌,身上的黑气在此一瞬间崩溃得一干二净。 韩丽毫不迟疑身形一闪,几个模糊的残影后,人静后发先至地追到绿气的后面, 接着他面无表情一抬手,右手狠狠向前一抓,淡金色电弧木然出现在五指之上,绿色顿时烟消云散。 而韩丽手上则多出了一颗碧绿色的晶体,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似乎活的一般。 韩丽冷眼瞅了一下,尽毫不客气地五指一合,啪他一声,晶体在电弧的击射下化为了粉末。 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避邪神雷的韩丽,即使是鬼王级别的绿影,在没有肉身的情况下击杀也就是一瞬间之事。 其容易程度,就连韩丽自己都有些意外。 不过韩丽此刻抬起头来,望着半空中的玄谷,神情不变。 将九曲灵神交于我,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,继续和你合作,否则,不是你死,就是我王。 韩丽声音平静,但其中的冷冽之意,让半空中的玄谷神索难看极了。 好好好。 玄谷上人直直地瞅着韩丽,半晌之后竟脱口说出了三个好字,这让韩丽不禁眯封起了双眼,盯着对方死死不放。 既然他夺射不成,就算他本事不尽,我自然只会和胜利一方合作,这九曲灵神你接好了。 半空中的玄谷将周身的阴云一收显出了身形,接着一只手一扬,一个金色的盒子从空中直射向韩丽。 韩丽脸上毫无表情,任由盒子射到了光照上反弹开来,掉在了阵法之外,而没有关掉尽致的意思。 他只是用那谨慎的目光盯着金盒,没有言语一句。 怎么,怕此盒还是用阴魂丝变化而成,这个你放心,现在那老鬼已经挂掉,我只有与你联手才能去处基因,不会再对你下手。 而且你身上的金雷竹法宝竟然如此之多,这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 想必对付基因玄音大法时,一定能起到奇效,我就更不会自断臂膀。 韩丽听了此话,却看都没有看天上的玄谷一眼,对他来说,既然对方能暗算自己一次,自然还会因其他未知的原因再暗算第二次。 对方嘴中说出的言语就是再动听再有道理,他还是要小心谨慎地好。 想到这里,韩丽单手一扬,一道纤细无比的淡金色电弧弹射而出,正好击到了金盒的盖子,结果滋拉一声电火花钟,金盒晃动了几下,丝毫一变都没有。 看到这一幕,韩丽轻出了一口气,若此盒子是什么邪物变化而成,想必不可能逃过辟邪神雷的一击。 接着,他就放心地冲盒子虚空一招,金盒就从地上跳起,静直地飞射而来。 与此同时,四周的光照瞬间闪了一闪,又恢复了原状,金盒则趁此机会,已穿过护罩飞到了韩丽手上。 玄谷在韩丽的神识监视下,身形丝毫没动,就让他安心了一些,低头向手掌中的金盒望去。 但他凝望此物,目中流光闪动,并没有打开盒盖,不知在思量什么。 空中的玄谷看到韩丽这副谨慎的模样,只是冷笑一声,就悠哉地四处眺望起来,没有一点催促的意思。 韩丽望了一下,地上的灵神化身,那只白兔,此刻他一动不动,似乎还昏迷不醒。 韩丽略一沉吟,就不再迟疑,两根手指往盒盖上轻轻一弹。 顿时一团清光在盒盖和手指之间,木然亮起,接着盒盖在一弹之下,竟自行打开,露出盒中的东西。 韩丽忙凝神望去,一个不大的东西出现在眼中,此物长约半尺,通体土黄,外皮干巴巴的满是皱纹,仿佛一块老树的普通根茎一般。 这让韩丽看了无语,若说唯一有些不同的地方,就是此物顶端长着一朵漂亮之极的银色小花,此花散放着淡淡的光辉,并隐隐有清香传来,让韩丽闻了,不禁精神一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